導演 你拍了這個鬼片 那你認為世界上 到底有沒有鬼 就是佛教講這種 所謂輪迴的 那你相信有靈界囉 應該是有 對不對 靈魂嘛 我們每個人都有靈魂 那吳小姐呢 我相不相信有鬼啊 我沒有真正去想過這個問題耶 但是我還好我都還沒有碰過 什麼太靈異的事情 八字很重喔 我就是不敢講這一句你知道嗎 也不是 你剛剛也不敢講這一句 對不對 對 可是我沒有說 我不相信有鬼啊 就我也許我還是相信 但是...對啊 我還沒有 現在解釋沒用了 他們已經收到 話已經講出來了 對 他們已經收封了 導演 請教一下你們這部戲 是拍鬼片嗎 是 你們有沒有比較多的機會 在現場 通常我們拍戲不是都要燒香嗎 燒香拜拜 這是每天會做的事情 每天做 對 可是因為我成軍他是 基督徒 所以他... 他不拿香的 沒有啦 我就是在拍之前 我會先禱告 對 那你吃飯之前有沒有禱告 有 也有 有 可是如果通常跟一大堆朋友 出去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默默地禱告 因為不會讓人家發現說 我還這樣會不好意思 其實無所謂啊 像我們跟新美姐吃飯 我們整個大家吃 是 因為他在早上 他告訴完了我們在吃 你們有沒有在拍戲的時候 因為沒有拜拜 然後當天晚班 發生過怪異的事情 沒有印象特別深的 但是有過那種就是說沒有拜 然後因為武打戲嘛 可能武行就受傷了 對 然後鋼絲斷掉 對 機器不轉了 這種情形有碰過 我遇過同一個燈連續炸兩次 燈啊 對 那個時候以前 我們十幾歲拍戲 不是還有那種一萬的 那種大的 很重的那種 那那天晚上就在淡水 我還記得 然後那時候就很奇怪 拍戲 我也不知道是新瑞導演還是怎樣 就不拜拜 你知道 我就覺得怪怪的 那邊晚班沒拜拜 怪啊 那時候我們小演員 想要什麼東西 那我就找一個 一個很大一萬的燈嘛 下面就看報紙 坐下來看報紙 預備 砰 就炸開了 我就奇怪 我就展開了 他們就換燈泡啊 換一個燈上去 一換好 我又翻箭 我就走在那邊 看著 預備 我就跑很遠了 再也不回來 然後之後就趕快去燒香拜拜 然後那個燈再架起來 就沒事了 拜過以後就好了 對 你有沒有遇過 我是遇過的是 我們小時候在陽明山拍戲 什麼竹子湖啊 我們晚上打燈不是要 那個光會閃 要調那個發電機那叫什麼 調什麼 電壓 調那個電壓 怎麼調那個光 因為都在閃 對 都沒有辦法錄啊 那個是因為沒電 不是 不是 這就是我要講一個 那是因為沒有拜拜 調了一個多小時 發電機它如果沒電的話 沒有油也會這樣子 對 但都有 是嗎 不知道導演 我們當時並不是 第一次拍電影 我們也知道 發電機是要灌油的 好不好 然後 神光組啊 電工啊 怎麼搞都搞不好 結果我們就說 要不要拜拜 結果拜了 馬上就好 就好了 馬上好啊 這個倒是真的 對不對 所以不是導演說 沒有油的原因嗎 沒有 想不到我 他根本說沒有油 我怕你以為不知道說 不是 我們那時候 大家都知道要拜一下 對...狀況來 有一次我們拍那個 空手道上一組 上次袁詠儀來拍的時候 然後 那個演員一直都受傷 然後前一天晚上 工作人員在架燈的時候 才從二樓 就那個阿龍片長 他從二樓摔下去 然後整灘穴還在流眼 然後我就以為他們已經敗了 結果我們沒敗 沒敗 然後一直那個 武打戲都順不好 然後詠儀一直受傷 包括那時候是 袁詠儀啊 林一辰啊 他們都在現場 暗影軒嘛 暗影軒 對 然後暗影軒又很危險的一個動作 就把她的頭一直往那個很... 一些道具 牆上這樣摔 那我想這樣太危險了 因為... 沒出事嗎 後來我想越想越不對 因為有人已經受傷了 因為前一天晚上 已經有人受傷了 可惜 沒有... 為什麼要可惜 我們拍小弦的時候 也有一場試的影片 拍誰 拍誰... 很危險的事情 就是一拜完之後 就沒事了 真的 就真的就... 很多不遜的事情 結果直接過了 像剛剛中文講的這樣子 對 那小嫻受傷的過程是怎麼樣 小嫻其實沒有受傷 她是把何力秀的奶打爆了 就是... 小嫻其實沒有受傷 她是把何力秀的奶打爆了 就是... 好酷喔 真的假的 所以導演你的意思是說 裡面的東西打爆了 還是怎麼樣爆 沒有 她就很好奇 想說打打看嘛 何力秀的奶真的這樣爆掉 不是 就是很痛 她何力秀 因為他們剛才是練習打泰拳 然後他們穿那種緊身的嘛 就是比較有點爆奶狀的那種 然後因為小嫻 你知道 她拍戲滿認真的 她就會想說 我要很入戲 我要真的 所以她還滿用力的 她很用力 然後剛剛女合力秀比較壯啊 她就說 我就讓她好了 就讓她打 然後小嫻越打越起敬 越很開心這樣就... 一下然後直接往她的奶那邊 然後就... 假奶認真 你這個問題你問我 你覺得我會知道嗎 真的 可是為什麼你怎麼敢在鬼月開鏡 那時候是因為主要是檔期的問題 跟她拚了是不是 是有壓力的 時間壓力的 因為之前拍完另外一部愛運 我們其實就想說 君君的棋也敲好了 那包括小嫻 天影 又微的棋都敲好 我們想說那就拍了吧 沒有想到是鬼月啦 那時候是八月 去年八月的時候拍的嘛 你們有沒有演過鬼 沒有 鬼沒有 我覺得演鬼我演過 你演哪個小時候 不是 演一個叫什麼我忘了 小石頭 然後那個也是一個鬼戲 可是我裡面最討厭的一個 就是老師要站在那個... 那個什麼 軌道上面 軌道車上面 你是要拍飄進來嘛 那很難拍 你知道 因為軌道要啟動的時候 你都會這樣 沒有 要把你停住 卡 對不起... 那很濃 一天到晚就坐軌道車 然後他就... 他敲出來 他靠著 所以演鬼基本上很輕鬆 表情要不要... 我們看一下什麼鬼啦 我演那個鬼是回來找媽媽的... 找爸媽的鬼 有點哀怨 對 然後最後消失在那個有沒有 陽明山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雲霧之中的 山欄子 人就不見了這樣 找到沒有 爸媽找到鬼 沒找到 傷心得離開 因為後來知道爸媽媽已經過世了 我就... 就飄在裡面 那還是算一個善良的鬼對不對 善良的鬼... 但是滿感動的故事 那你們這部戲這樣 在鬼月開 進到殺青了 一切都順利嗎 除了他差點昏倒以外都... 是什麼樣子 怎麼會這樣 一個粗的麻繩勒住 誰勒的 其實... 是戲裡面你要演自殺 是戲裡的一個演員啦 對 拍那個戲拍了三天 後來我就發現 我這邊整個脖子是很長的一圈 紅色的那種很深的魚痕 對 淚痕 沒有 我以為他太入戲 我以為他... 因為他本來就要昏倒 然後我就說昏得還真好 他翻白眼 你知道 然後我就說 另外七色 我現在真的年紀真的進步了 然後我過了三秒鐘 趕快 菊菊 昏得好了 趕快出來 然後... 趕快衝進去 把他拖出來 那個是人為因素不管 對 其他都順利 不一定是 我才會沒有